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已久 請以最熱烈的掌聲歡呼聲 邀請徐醫生、劉詠恩夫婦上台 謝謝 大家請坐 今天很開心、很興奮 看到有這麼多朋友來支持我整個團隊 今天首先我要謝謝很多人 第一句謝謝就是要謝謝上帝 他帶領了我們的創辦人迪惠斯和溫安樂 創造了安理這麼美好的事業 幫助到全球超過幾百萬人 都能夠透過他的努力 是建立到自己的事業 而另外也要非常感謝 安理香港的所有同事 由前線同事至管理層 如果沒有你們在後面的支持 相信我們的生意不可能做得那麼好 也體現到安理和直銷商的夥伴關係 而安理香港四十七年當中 其實有很多的前輩帶領之下 才能夠有今天這麼好的土壤 非常感謝一些前輩的帶領 也希望大家繼續指點我 而今天的題目 成就同行 我要很感謝我自己每一個的夥伴 你們在哪裡 謝謝你們 因為沒有你們 絕對不可能是有這麼好的成績 而另外也有幾位朋友 我需要感謝 第一位 我很想多謝 就是在過去這四年當中 我有位很親密的戰友 她就是Amy鑽石 因為在過去這幾年裡面 我是真的同行 去創造了一個很大的生意 而我也跟她的合作 是補足了我很多的缺點 很感謝她的包容 我們一起上 之後的EDC舞台等著你 另外也要多謝 全球的雙鑽石 Bow and Jolie 她在我的生意當中 是我的生意的教練 導師 也是好的朋友 好 而另外要多謝 就是全球創業者 王冠大使 富男生 吳采人夫婦 在他們身上 學到的就是一種 領袖的帶領 領袖的使命感 和目標感 也都很多謝 就是我當然要多謝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媽媽 他們帶我出來 也是我爸爸在四十年前 他很有眼光 很有智慧 很單純地去參加 Emway這個生意 也都要多謝我媽媽 雖然她現在不在現場 為什麼呢? 她不是不想來 她是被人隔離 她真的 時間關係 還在隔離 我相信她在看網上的直播 她當年 就反對了我爸爸三年 而我爸爸就堅持了三年 就堅持多一點 所以導致今天 他帶出一片的市場 很多謝我爸爸 最後要多謝是誰呢? 當然是我老婆 因為在這幾年裡 她真的很含生如虎 去照顧我家裡的兩個小朋友 一個成功男士背後 絕對需要一位 很 言熟的太太 言愛座 去幫助 多謝我太太 我想新朋友可能會覺得 這個人多謝這麼久 多謝完美 都還沒入正題 請問今天有沒有新朋友 舉舉手 好嗎? 舉舉手 都很多 今天告訴大家 不好意思 還要繼續多謝 我要多謝誰呢? 就是多謝你們 多謝每一位新朋友 因為今天你們來聽一個 完全不認識的人 在這裡說話 我不知道今天 大家來的時候 有什麼心態 可能有些朋友 覺得 其實我不是想進來 這個購的 我想去樓上的 不過買不到票 有些朋友可能 就是不好意思 去推你的朋友 他說有個醫生 去說話 可能是用這樣的心態 有些朋友可能 有一個好奇的心態 去看看 究竟一個醫生 為什麼都會發展M-way呢? 有些朋友可能很質疑 覺得這個醫生 不務正業 去做M-way這些直銷 無論大家有什麼心態 都好 我非常之希望 大家今天 是用一個開放的態度 在餘下這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真的去感受一下 今天整個的聚會 我絕對相信 如果你真的好好地 在這一個多小時當中 打開心扉去聆聽的話 可能這一個多小時 將會改變你的人生 今天我講的題目叫 成就同行 不過我首先 就要介紹一下我自己 究竟我是什麼人 坦白說 我真的是一個很普通 很普通的人 只不過我的職業 是一個移科專科醫生 講到移科專科醫生做什麼 當然是舊小朋友 我是醫治 零歲以上的小朋友 十八歲以下的中朋友 當中 我現在還是從事臨床工作 我每天都要去醫院巡訪 其實我今晚還要看病人 待會完成後 我會送好老婆回家之後 我都要去巡訪 其實除了做一些臨床工作之外 我也會做一些教學工作 現在都會教中文大學的醫科學生 其實我很喜歡教書 因為你也知道我喜歡說話 經常在教書過程中 我覺得從一些現在新進的准醫生 一起去交流的時候 對我的得著都很大 同時我也會做一些義務工作 我也是保娘局和母親剔決策的義務醫生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做醫生也有很多事務 除了做醫生之外 我也是在Emory裡面 達成了創業者行政鑽石 可能新朋友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創業者行政鑽石 你的名字全部都是寶石 為什麼我們會用寶石去命名呢 因為我們的生意 是建基於一個很穩宜的基礎之上 同時如果我們要達至這些成績的話 其實我們是要幫助很多很多的朋友 成功才能夠做到這些成績 如果你問我今天我最喜歡做什麼角色呢 我最喜歡做爸爸 因為我這對龍鳳胎 現在就四歲半了 他們真的很有趣 尤其是現在已經在上學 每一天送他們回學的時候 跟他們的對話都是充滿樂趣的 好了 有可能你會問 我是怎樣去認識Emory 我都介紹一下我的過去 這張照片 就是我現在的小朋友的年紀 四歲 讀中應該是K2 為什麼在家裡都會穿校服 站著拍照呢 就要問問我爸爸了 因為他很喜歡拍照的 我爸爸在我出生的時候就參加Emory 所以我知道Emory 從小到達都知道Emory 我知道什麼呢 當然是產品 大家看不看到 在陳列季裡面 有些很古舊的Emory產品 當時我家裡所有的日用品 都是一個品牌 就是Emory 是不是很誇張 我相信其實我現在家裡也是這樣的 我將來的兒女分享的時候 都會這樣說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安利的家庭長大 當中我認知的Emory是什麼呢 就是賣東西 因為有產品 是不是自然覺得是賣東西 好了 除了賣東西之外 我還有什麼印象呢 就是要不停找人 找很多人 不停跟人去聊天 大家想想想 在我以前認識的Emory 是一些日用品 家庭清潔用品 牙膏 牙刷 洗頭水 我想問一下 哪類人買這些產品最多 交完主婦 所以我就覺得 找就是找些主婦 主婦是比較好聽的 我們通俗說什麼 主婦 是不是 你想像一下 我對於一個找人 找些主婦 要賣東西給他們的生意 有沒有興趣 當然沒有 而我也看到 我爸爸媽媽 經常都開會 經常都去這些聚會 我覺得當時 他們每晚的工作 就是開會 好了 而我也知道 Emory是可以世襲 我記得我媽媽 在我初中的時候 就已經跟我說這個概念 她就說 兒子 Emory關你事 我立刻彈後一尺 關什麼事 她說 Emory可以世襲 不要搞我 世襲你份工 就不要搞我了 然後她就說 兒子聽清楚 世襲收入 我立刻叮一叮 我不蠢的 我說世襲收入 可以想想 不過 他們都很年輕 如果讀到我 去繼承的時候 可能我都一百年多了 可能都不適合我 所以當時 我就覺得這件事 就是什麼 不關我的事 好了 但到後期 為什麼會有改變 就是因為這兩個字 就是了解 所以今天我相信 在座很多朋友 你第一次來 你應該是未了解這個生意 我絕對鼓勵大家 真的應該要深入地 去全面地 去了解Emory的生意 當我去收入了解之後 我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為什麼呢 因為我當初 認知當然是 除了賣東西給師弟之外 我總覺得 這些生意 好像就是要 找人好處 是不是 透過我們跟別人說 我們找人回來賺錢 是不是就好像 找人好處 我覺得這些生意 我不是很喜歡做 當然 我強調 我不覺得是騙人 因為我覺得 我爸爸媽媽 就像被人騙多些 他們就不會騙人 不過我就覺得 我不想做這些事情 但當我真正 深入了解了 按你的生意之後 我就看到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公平的事 機會 真的多勞多得 原來它是要幫助別人成功 而令自己成功 我覺得 咦 這件事 這個特性 我覺得是過了自己的關 我覺得 這種方式 是真的雙贏 徹底改變了我以前的一些想法 同時我們都會想想自己 因為作為一個醫生 其實工作好不好 非常之好 是一個專業 又幫到人 又有意義 又找到不錯的收入 不過大家都要知道 其實我們的工作模式是怎樣 就是這樣 在這裡跑 即是什麼 日復日 年復年 我們透過用時間 換取金錢 好不好 都不錯的 因為你用時間 能夠換取到金錢 總好過用時間 都換取不到什麼金錢 但真的不能停 但我會想到 如果可以 是在不影響我的專業 同時建立到一個額外的被動收入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需要去考慮 所以當時 我就決定 一邊去上班 一邊發展這個生意 所以其實我相信 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去發展這個生意的理由 當我了解完之後 我另外 下一件事 我就很相信一件事 很相信什麼呢 很相信我身邊的人 都是追求以下這些價值 我可以這樣說 大膽地這樣說 以下的一些都是普世價值 而Emway這個生意 亦都能夠帶給我們以下的三個價值 第一個當然是什麼 當然了 說明生意 當然是跟經濟有關係 跟金錢有關係 還不重要 我想問一下 賺錢在香港 很重要 尤其是現在香港 我真的吃米 不知道是米貴 有時候我老婆說 現在菜式真的很貴 我那天買了一個西蘭花 25元一個 一個西蘭花 然後他說 當然是澳洲 原來現在的食物真的很貴 所以 經濟是否重要 非常之重要 但只是賺錢行不行 今時今日真的不夠 我們還需要什麼 需要時間 我相信 如果你只是賺錢 但完全沒有時間 你享受不了 其實意義不大 但最重要是什麼 健康 是不是健康很重要 我相信 尤其是經歷了這兩年 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健康真是無價 大家試想一下 錢 時間 健康 這三件事 你覺得哪一件事 較為不重要 你可以捨棄的 沒有人出聲 是不是發覺 是想不到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有錢 有時間 不過睡在醫院的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了 你是有時間 有健康 不過是在公園睡的 可以不可以 都不可以了 如果你是有錢 有健康 不過一點時間都沒有 你完全不可以去享受的話 其實都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大家看一下 安理這個平台 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以讓我們努力一次 但這三方面 是全擁有 是不是覺得都幾不錯 這個價值 所以我很鼓勵今天 尤其是新朋友 真的認真一點 去了解這個生意 看看這個生意 究竟跟你的未來 有什麼關係 以下下來 我就想去拆解一下 當中我覺得有幾個獨特之處 第一個 是一個可以兼顧家庭的事業 大家有沒有發現 要兼顧家庭和事業 真的要兩人都做得好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 今天我就邀請兩位朋友 他們分別一位 就是一個叫做在職媽媽 一位就是全職媽媽 來分享他們的故事 我們有請Mandy和Stephanie 首先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Mandy 我是一個在職媽媽 我之前的工作是投資銀行 現在是在對沖基金做營運的工作 我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七歲和五歲 大家好 我是Stephanie 我以前的職業 就是一位電子銷售工程師 我先生也是一個傳統的生意人 我在八年前生了第三個小朋友之後 我就全職做媽媽 應該是做全職媽媽 謝謝 好 我首先想問一下Mandy 因為我知道她的工作是從事金融業的 本身真的很忙 同時也很大壓力 不過我知道她本身也是非常注重她兩個女兒的教育 她花很多時間去教育她們 不如你說一下你為什麼會發展這個生意 其實我是在職媽媽 真的非常忙 我相信在座也有很多都是在職人士 亦都是媽媽 你們就會很明白 其實每天真的有排山倒海的工作 工作的壓力 家庭的壓力 真的有時令到你喘不過氣 那時候我就在想 其實我用了這麼多時間在工作上 其實有一天我的公司未必會再需要我 反而是最需要我的小朋友 我反而忽略了 那其實我不當不少在職媽媽 我相信都會有一刻的內疚感 那我在想 其實我要抱著這個內疚要多久 其實會不會有其他的辦法 我很感恩我遇到Emway 因為Emway我看到這裡 其實有很多成功的人士 他們有這個財務自由 時間自由 這件事正正就是我很嚮往的 而忙就是有很多在職的媽媽 不去發展這個生意的原因 而對於我來說 就是因為忙 我才要更加努力去發展這個生意 所以我視Emway是我的解決 說起忙 我覺得全職媽媽其實都很忙 真的24小時都給他們 一個星期翻了7天 完全是年終無休 事實上親子的時間真的多了 不過始終都會擔心 擔心就是家裡只有老公 一個收入 就養起整個家 所有蛋都擺在一個籃 其實心裡不是很安心的 但是同時又真的很想自己有收入 當我接觸了Emway之後 我就聽了生意計劃 我覺得這裡真的是穩中求勝 和時間夠彈性 就很適合我 也都我先生聽了生意計劃 都很支持我在這裡發展 說回如何發展 其實我自己真的做得很生活化 那我譬如趁著小朋友上學的時候 我就會去跟朋友分享生意計劃 在出會學習 還有跟進夥伴和我的客戶 另外譬如接送小朋友上課課 去興趣班的時候 再加上買菜的時候 我就會跟身邊的人去分享 還有多些陌生的認識 我亦都會做多些腰藥 另外回到家裡做家務的時候 甚至乎人家煮劇的時候 我就煮我們團隊的錄音去學習 另外也都把家裡的產品轉過品牌 我就是邊用邊學邊做 亦都可以同時間照顧到家裡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事業真的很適合 我給掌聲這兩位超厲害的媽媽 如果大家不是看到真人的話 可能你會以為他們有三頭六臂 不如你也說說在這個生意裡的得著 這個生意裡的得著真的非常多 因為我要上班 其實我是要用一個兼職的時間 但我用全職的心態去做Emery這個生意 還有就是 我知道我需要學習work smart 所以質素我也覺得非常之重要 那怎樣提升質素呢 我就有很多個人的提升和學習 除了在Emery這個平台上 我不停地學習 其實我都學了NLP心理學 Parenting 親子教練 和兒童遊戲治療 我們不斷地去提升我自己 因為我知道我不能提升的話 我會越來越成功 再加上在這裡有很多同行的夥伴 很多媽媽都是為了自己的家庭努力去奮鬥 例如Stephanie 我們會互相支持和鼓勵大家 所以我們都是很積極地發展的 講起學習 其實我們做全職媽媽 更加需要自己自我增值 因為還有就是擴闊我們的圈子 要不然真的會跟社會脫節 好像今天這樣 雖然我帶不到我小朋友出來 但我知道他們在線上看著我 然後我就在超過2000人的台上做分享 我想他們會看到我的成長 我的進步 這樣好不好 謝謝 謝謝大家鼓勵 所謂為武則強 從你們兩位朋友分享裡面 大家真的看得到 這個生意絕對可以兼顧家庭和事業 再一次給兩位掌聲 請坐下就座 第二個Emway的特性是甚麼呢 就是完全沒有地域架限的事業 在62年前 Emway創立之後 現在全球有超過100個國家地區 都已經有Emway的分公司 即是說無論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只要那個地方有Emway分公司 你都可以開展那裏生意 所以以下下來 我就想邀請兩位已經移居了外地的朋友 去分享 有請Hana和Gigi 今天我們用一個很特別的形式 去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知道Gigi和Hana 分別的時區都有18個小時 不如你們先介紹一下自己 先來 Hello 我叫Hana 我之前在香港做銀行的IT 我家裏有兩個兒子 和魏先生 現在整家人都是澳洲的布里斯本居住 大家好 我是Gigi 我在香港是一位花藝師 我現在和先生還有一個8歲的兒子 移居了溫哥華 大概五個月 我家裏說兩位都是一個在澳洲 一個在加拿大 那我首先想問一下身處在澳洲的Hana 我知道你在2019年的9月移民去澳洲 但是原來你在2020年的1月份 才正式開始發展Emway香港的生意 為什麼你人離開了香港 才做回香港的生意呢 那我先講一下我的故事 我兒子其實自小是有濕疹的 九年來其實什麼都試過了 中醫、西醫、天舊 是越來越嚴重 我沒有了方法 那開始就想搞移民 希望轉個地方幫到兒子 那很感恩那時候 我就遇到我中學同學 他就介紹我認識你 徐醫生 和Rebecca營養顧問 他教我用扭吹來去處理濕疹 那由爛了臉的時候 兩個月有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臉很漂亮 看得上人 那這個經歷呢 是給我很大很大的信心的 扭吹來的質素是非常之好 那過到來澳洲呢 其實我就由零開始了 我和先生都退了一份工作的 那我們要照顧小朋友 那我老公自己一個找工作 那其實那時候是我自己沒有收入 那我那時候覺得都很徬徨的 那Rebecca當年就協助我了解 你這個平台的生意價值 那於是乎我就開始發展了 那我想問一下Gigi 因為我知道你本身呢 就真的沒有移民計劃的 是一個很突然的一個計劃 還有都是很被動 那同一時間呢 你在香港本身經營的網上發展生意呢 都很好啊 那當然啦 那時候你都同一時間 是發展的Emway 我想問一下 其實當時你的心路形成是怎樣呢 其實移居加拿大呢 是因為我先生的工作關係 那它是在一間國際資訊科公司那裏工作的 那當時的決定 我們一家人都是很清晰的 如果有一個機會是屬於我們一家人呢 那我們就一家人去把握啦 那有些機會呢 是可能只會出現一次 那你問我 那時候有沒有擔心 要轉換整個自己的生活圈子呢 有的 但是呢 擔心只是一陣間 因為呢 我有一個最強後盾Emway 沒有東西可以擔心 而且內心很平安 那但是你問到我 至於我的花點呢 其實它是一個傳統的手作生意 也是我的心血啦 花也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不捨得放低 但是人不在的訂單 有都做不到啦 那也都令到我好頭痕的 那但是Emway呢 相比就比較瀟灑啦 我和Emway的分工呢 是很清晰的 我建立網絡 其他所有東西 Emway就跟我包底 Emway成立了 成落了的 Emway你建立了網絡之後呢 她真的會使用操作 那我想問一下Hana 因為Emway呢 我們經常都說 是一個人和人接觸的生意 但是你全程都是遙距 為什麼都做得到呢 那時候就是疫情期間啦 大家呢 溝通的模式呢 都開始改變了 那麼多了呢 網上的聯繫 那麼家庭啊 健康的需求呢 都提高了啦 那麼安理那時候呢 開始由得 網上給我去做推薦 而公司呢 又有很多影片 去介紹產品啦 那麼安理的Mshop 網站又很方便去使用啦 又有100%的品質滿意保證啦 所以我和朋友分享呢 都很輕鬆 那麼由於呢 我是一個打工仔出生啦 那麼照著兒子 打算去創業 簡直是天荒夜譚 但是呢 在安理呢 我看到有另外一片天地 就是這裡呢 有人牽著你手啦 教你啦 鼓勵你啦 令到我一直這樣去成長 學習生意人的思維 而我呢 我小朋友因為用營養 濕疹好 很多人呢 都很想呢 問怎樣可以改善到健康啦 那麼於是乎 由WhatsApp啊 Facebook去聯絡我啦 那麼那時候就開始呢 給我呢 隔著個大海呢 都可以呢 拓展香港的市場啦 多謝哈拿的分享啦 那麼最後我想問一下Gigi啦 其實你覺得呢 在你有需要去建立這個生意之前 已經建立了這件事呢 對於你來說有多重要呢 嗯 其實對於我來說呢 我是一個中年人啦 在建立了一個保障 可以無後顧之憂這樣去接受一些新的機會 新的挑戰呢 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一些機會是可以改善我們一生 也可能只會出現一次 但是呢 三年前我都在無心插楼的情況下呢 我把握了Emily這個機會的 那麼那時候有沒有想過要去異地生活呢 沒有的 那麼如果我現在 在無親無故的地方 多了一條的收入管道 你問我好不好 其實是一個很實在 很踏實的保障 每個人都很不同 同一個機會 在不同的時機出現 你怎樣去把握的結果 都可以很不一樣 那麼我鼓勵大家都相信自己 用自己的眼光去看 屬於完全屬於自己的未來 好 多謝兩位呢 在粵陽的分享 那我又飛回來了 因為呢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概念 大家有沒有聽過 元宇宙metaverse 可能以後我們開的大會 大家都戴著VR眼鏡呢 就感受到現場氣氛 可能在家裡也可以開大會 不是的 現場呢你感受到 我的能量應該更厲害的 好了 下一個特性呢 都很特別的 我覺得這個生意 是什麼呢 是可以跟朋友一起發展的事業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也聽過很多朋友 他有個想法 他覺得 他不想跟朋友有金錢瓜葛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聽過很多故事 就是因為金錢加瓜葛 最後怎樣 朋友都沒得做 甚至乎 反目成仇 至老死不相往來 不過呢 這個情況就不會在這裡發生了 因為呢 今天我就要介紹 我有兩位呢 分別都認識了超過20年的朋友呢 現在在我們團隊當中 非常緊密合作 那我將時間呢 就邀請呢 Tim和Andy 其實呢 我期待這個 我們三兄弟同台分享這個畫面 真的很久了 不過我更加期待呢 就是你們做了鑽石 當時呢 我還要開一個 洞獨少 三人洞獨少 現在先預演了 OK 現在把時間交給你了 多謝你啊 隨潔 今天邀請我們上來和大家分享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Andy 我記得呢 在大學的時期呢 我就是讀工程的 有緣份 和阿添 和阿添 和阿添傑 一起可以 在宿舍 度過三年美好的光陰 在宿舍的時間呢 我就已經知道 阿添傑 就有發展安理的了 但是那時候呢 我是完全沒有心裝載 沒有了解的 直至到什麼時候呢 2014年 2014年呢 有一天 在香港地鐵站 我偶遇你 我第一句開場白呢 就問你 你好像很熟水機 為什麼呢 我第一句這樣問呢 因為我小朋友呢 就2013年 10月出生 一直都很想找一部好的 靜水器 給他一個健康的成長 找到你了 然後呢 我就透過 安理的eSpring淨水器 正式認識安理這個平台 而你呢 都很努力 跟我說完背後 還有個業務計劃 那我聽完之後呢 我就在想 喂 其實呢 聽來聽去 講來講去 都是建立網絡的 其實建立網絡就是什麼 就是找人 那所以呢 我記得有一天 我接你下班 在長沙環的時候呢 我就跟你說 不如這樣 立刻找一下team 為什麼呢 因為team和我同房 即是我說錯 不怕他罵我 那還有emway 不是騙人的 那些東西是好用的 我有感覺的 所以呢 有一次呢 我就特意安排了一個 打邊爐飯局 找你講生意計劃 約了team出來 那team 我也想問你了 今天當著這麼多人面前 我那時候呢 就真的純粹拿你進來的 其實你有什麼感覺 那當然被什麼什麼感 總之就是有一些 對 不是那麼好的感覺 那不好的感覺 我又覺得 因為我個人都 挺重情義的 即是我也不想得失兩位朋友 那還要共枕過 對不對 即是 一夜 一夜什麼什麼 對不對 那我們還要這麼多東西 所以那個位置呢 我就叫給面子去聽 那聽過程 我想什麼他們不知道 那我當然在想 380元那個號碼 為什麼呢 因為安理入會給380元 那我就想著 趕快說完之後呢 我就入了會算了 接著呢 就打罰他們 不要再找我做emway 為什麼那時候 這麼不想做emway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 做投資分析的工作 說真的 都算OK的 即是我的收入都 還有很忙的嘛 平時這個時間呢 其實應該看著市場的走勢 好忙 都不想做多樣東西 那再加上 我覺得 這樣去做的時候 都不太想 那所以那個位置就 好啦 聽完就算 那當然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慢慢自己都 在這裡學習的 都好多得 真的 阿徐傑 曾幾何時都 就是不離不棄我 那我很記得我自己 在這段時間呢 都不停地轉工 由中環上班 再到土瓜環 然後再上金鐘 那徐傑都找我呢 吃早餐和吃飯 其實那時候 沒有什麼人跟進 所以就要跟進一下 那我也明白的 其實都 做戲都要做全套年戲 那都 聽一下她說 還有我自己 經常都 心裡有件事 覺得 朋友一起做生意 很怕恩財失意 但是慢慢 其實我在這裡 接觸到的時候 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說真的 都是只有學的 我通常呢 在安你平台裡面 學習呢 我都是 游泳 為什麼要游泳呢 因為我都是拿著電話 要看事 沒有辦法 而且都是只有 一件事做的 就是發呆在這裡 所以今晚呢 如果有誰在發呆的話呢 放心 你將來都會好像我這麼成功 站在台上和大家分享 那接著 都慢慢去接受這個生意的時候 都再去認識 再去認識的時候 都發現 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 投資分析師 其實都發現 安你這個生意 其實真的 低成本 低風險 還有一個高的潛在的回報 那慢慢我自己投入的時候 都慢慢在這裡 越來越積極學習 不過 有一件事 其實我藏在心底裡面 很多年了 那麼巧在場 有二千多人 Andy 都要慢慢問你了 當年被你這樣 被拔進來 其實 這段期間 你拔進來之後 你又在這個生意裡 睡著著 發生什麼事 請你解釋一下 我呢 我知道你忍了很久了 當著這麼多新朋友面前 說我睡著 我當然不是睡覺 我只是在我的舒適圈裡生活 那我做一個很忠實的安理用家 那安理的生意 說真的 自由自在 無拘無束 沒有人逼我 隨潔可以做證 其實阿珊 哪裡有人可以逼到你呢 所以呢 這一個也帶出friendship 做生意的好處就是 你太了解我 你逼不到我 但是呢 說回我的本業 其實這麼多年呢 我都是跟做一些銷售有關的工作 都不太差的 直至到去年呢 因為疫情 那因為我本身呢 就是跟旅遊相關 那就很大的衝擊 但是呢 時間多了很多了 但是呢 家務都要天天做的 那我呢 話說有一晚呢 就用LOC拖地 其實我天天都用的了 那我拖拖一下就在想 其實我天天都用的 找Emway產品 不如想一下 真的認真發展 然後我記得 我第二天馬上找你 我就說 喂 徐傑 不如說一下 現在Emway是怎樣做的 那個update的制度是怎樣的 真的 我都很想認真去看一下 還有這麼多年呢 我都有留意著你們兩位的 雖然我冬眠著 先說一下徐傑 2018年你最厲害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呢 就由翡翠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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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行政鑽石 慈毛古人 打破了Emway record 這件事呢 真是 給你一個厲害了 好了 你還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很記得 徐傑間不中找我 你每次找我就是 喂 你知不知 阿Tim這個月很厲害 接著隔幾個月說 今天阿Tim很厲害 接著我那一刻就想 喂 這個生意真是work的 真是成功的 還有見到你容光緩發 真是成功的 那我那一刻就想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聰明 當年小小種子 現在這麼大棵樹 我真的覺得我 好聰明 好著數 大家認不認同 那也是的 說真的 他除了聖之餘 我也覺得 其實很深 令到我帶來這個平台 也要感激Andy帶來 還有我覺得 也不要誤會Andy 他當時睡覺了 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安理這個生意 正正就是 有一個很公平的原則底下 讓我們去發展 而我當時想的所謂 什麼恩財失意那些 其實不存在 譬如好像以我和Andy 在這裡的關係為例 他是我一個介紹人 但是其實我在這裡的生意 已經超越了Andy 當然我的收入都什麼 超越了Andy 而我當年 即使我身為一個投資分析師 也挺專業 但原來也有盲點 以為原來朋友一起做生意 會因財失意 但結果 不是我所想的 所以經過在這裡 真的親身去感受 以及去見到很多不同的人 在這裡發展的時候 其實因財失意這件事 絕對不會在安理這個平台出現 再更加加上 今天我們三兄弟站在這裡 跟大家說話 很肯定的就是 如果沒有安理這個生意 我們三個未必會一起站在這裡 而且百分之一萬肯定 我們只會在我們自己的本業裡面 繼續拼搏和打滾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平台裡面 除了不會影響我們的友誼之餘 更加令到我們的友誼更加穩固 非常好 再一次給掌聲 今天表現相當之後 現在沒有你們的事 你們可以回到台了 謝謝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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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證明 Amy的生意真的可以和朋友一起發展 為甚麼 因為真的不會因財失意 更加會令到我們的友誼更加鞏固 最後一個特質 我覺得非常重要 是甚麼呢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業 在這個團隊當中真的很特別 有一些是小學都未畢業 也有博士學位 有一些未夠年齡加入的年輕人 還有一些資深的年輕人 70歲以上 有我做疑科醫生 也有從事殯儀行業的 一條龍伏夢 所以我以下會介紹這位朋友 真的很特別 為甚麼呢 他特別之處 他真的和我是風馬牛不相及 我本身是做疑科醫生 他是一個從事飲食業的朋友 不如我又邀請阿珊來分享他的故事 大家好 自我介紹 我全名叫程遠山 前身的職業是一個快餐店的主管 已經工作了30年 我在這裡透過Amy這個平台 最大的得著 我已經不用上班五年半了 也同時擁有健康自由和經濟保障 其實很多人聽到 以前說 你做飲食業嗎 很辛苦的 我想回答你們 是的 工時長 平均工作時間是12至16小時 很多時候下班 都要繼續去處理我的業務 聽一下電話 WhatsApp 好聽些就叫經理 什麼叫經理 總之經過你面前的事 什麼都要來 還有可能 我在這裡的年資比較長 很多人都叫我做山姐 那當時我的工作都被人叫阿姐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當我經過大堂 那些人就說 阿姐 麻煩幫我整理一整張桌 那些都是阿姐 那這個山姐跟那個阿姐 真的差很遠 好了 說回我自己怎樣接觸 安慰的呢 就是話說很感謝我一個舊同事 他當年介紹了這個機會給我 約了我幾次那麼多 去聽這個計劃 當然啦 我都是幾次那麼多去拒絕他 我這麼聰明 怎麼會被你推薦到啊 不過 有一天 好似 今天大家在座坐在這個大會 我就被他邀請到來這個大會 為什麼我這麼順滩呢 其實當然不是啦 我內心在想 好 我就出席一次 你以後不要再打擾我了 還有 在邀約過程之前 他經常說介紹一個兒科醫生給我 兒科醫生是誰 就是這個人 他呢 我就在想 經常說介紹一個兒科醫生給我 我有沒有小朋友 我有沒有小朋友 還有他有老婆的嘛 介紹給我做什麼啊 你想認識我 我不想認識你啊 好了 如是者 當年呢 在2010年 我就去了一個鑽石大會 又讓我聽到一些東西 聽完一些東西之後 過了幾天 這個 徐醫生當然是把 這個機會約我講生意計劃啦 你們想一下 他跟我講計劃 我心想 醫生那麼厲害 當然是去酒店咖啡店 靚點的餐廳 誰知道他在舊的安薇尼敦道 一間茶餐廳 坐下來請我喝杯奶茶 跟我講了一個生意計劃 好了 那我聽完都覺得 嗯 不錯 那我就當給自己買個機會 當時 都是380元入會費 大家都知道了 我心想 哇 我打一瓶麻雀包 一瓶十番 都是380元 十四元 還有賺 那我就進去了 那當時 我沒看到這個生意跟我有什麼關係 那我就先用一下一些產品 那用一下一些產品 之後 那我就在想 那時候我在舊公司 我真的做得不錯 生活又穩定 上班都挺開心 每個人都叫我 程小姐 經理 那樣 但是時間都一直這樣過去了 我眼見我自己的舊公司的理念文化 是以人為本 那慢慢 我見到這個 以人為本的文化 一路慢慢消失 很多做了30年以上的人 開過功臣 都有一天 無端端要慘食無情雞 他只是收到電話跟你說一聲 多謝 終止和你的合約 拜拜 那我眼見 哇 我要想了 我的上司就是我的前途 那怎麼辦呢 還有 經過凍薪 減薪 也都眼見 社會的趨勢 我感覺到就是 將來我們的工種 可能被AI去取代 QR Code下餐 自動售賣機等等 不過我也都明白 不關我舊公司的問題 而是一個大社會的趨勢 很多公司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但相反 在Emway 這六十幾年的文化 從來沒有改變 所以這間公司是很值得 合作一輩子的公司 好了 我想問問阿珊 其實你從事飲食業都很忙 究竟你為什麼會覺得 你都做到這個生意呢 話說回來 我很小 我想十歲中一點 都已經在做同工出來 都打滾這個社會一段日子 雖然我學歷不高 中午都未畢業 不過 我都有一些累積 人生經驗 那我就心想 明明你跟我說 這個生意是什麼人 什麼背景 什麼條件都可以成功 我相信你而已 但是事實 我今天和大家說話 證明我真的成功了 還有 這個生意是有人幫 有人教 可以借力 一點都不複雜 只是照著做就可以了 至於說回徐醫生 他怎樣幫我 我舉兩個例子 其實很多時候 他就在那個叫做 保育醫院上班的 當年 他一早開車 我就住在青山 他就開車過來 喂 下來茶餐廳吃個早餐 其實就是跟進我 他都很努力地全力協助我 加上最搞笑 很多時候我們在寫字樓 他就說 阿珊去哪裡 我說 沒地方去 上車 我做什麼 我去巡房 他就涉聽風雲 一上車就跟我 然後繼續跟著我 去到醫院又怎樣 放下我在停車場 或者大堂 轉頭 巡遊房 又收回車 又繼續 涉聽風雲塌 到第幾站 我都不知道了 那我最想說回 怎會不可能不行 你試想一下 我自己 中午都未畢業 如果要入職保險行業 是連入門資格都拿不到 但是很開心在這一年 我很有感覺 因為我的團隊裡面 出了很多本身做保險業 很出色的人才 一起合作無間 那好了 說回 我當日 一進來 十一年前 就接觸了 那時候 見到一個人 他都可以 條件好像比我更加差 他可以 沒理由我不行 你知道誰嗎 我都很想認識他 你一出生就認識了 臭小子 你老爸 徐鑽 有請徐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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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給尊重獎者的獎式 好嗎 徐鑽 大家可以叫我KK 都可以 我在緬尼華僑 很感恩 在四十年前 當我的人生去到低谷 感覺很徐鑽的時候 我有一個同學 就帶我去聽一場 生意計劃 我在一個普通的 走路樓面 我是一個三澳人士 即是沒有這個 沒有口才 因為當年 我廣東話都不會說 現在都是什麼 同時 沒有什麼朋友 我只有我的家人 和幾個同學 也沒有時間 我一天翻十二個小時 所以三毛之下 不過我都相信這個生意 所以我就很努力 堅持了十年 我終於做了 鑽石直系徐鑽石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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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 可以和他們一起工作 一起分享 我感受到 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 一種生活模式 我很享受 並且樂趣其中 當我做了鑽石之後 我就因為有了被動式收鑽 所以我就已經有三十七年 不用過了那些打卡 又不用遷到 更加不用 所以我一天 很早就去逼巴士 鑽地鐵 我四十歲開始已經過了 退而不休的生活 同時都跟社會 不會脫節 所以 因為這個生意 真的可以 使得我們有所成長 所以我在 團隊那裡 幫助他人那裡 我都可以做到 少少的勉力 所以我很享受 這樣的生活模式 我今年已經 七十歲了 像不像 都不是很像 今年的五月份 每一天 隨身呢 就幫我 舉辦了一個 別開三面的 一個生意派對 因為我真的 我不知道 所以我還是穿了 一個普普通通的衣服 的確是給我一個驚喜 請 請請 此景 令我非常感動 在眾多的夥伴 和高階領導人 永續的進入會場的時候 我身上 深深感到一種 家的感覺 我觉得Anway的确是一个大家庭来的 而且可以让我们这样的情况 我坦白说是我从来没试过的 所以在我的人生之中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 我在这四十年之中 我深信的三件事 第一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大家同不同意 今天的大会 就已经证实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第二句就是 我相信我自己一定做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安利的创办人迪维士先生 他在很多场合他在世界各地 他都告诉人家 你可以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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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说法就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直到今天 第三件事就是要坚持到底 因为我们相信圣者为王 这个圣字 就是我刚刚加异的时候 我很记得 有一个领导人就介绍我看一本书 那本书当时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以致罪财 在这本书里面 我深深记得 一个很令人深刻的故事 就是一个挖根矿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翁 就是当他挖根矿的时候 初初都挖到一些 当他挖到一个时候 就一直挖不下去了 因为异到面上很硬的石头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就放弃了 各位朋友后期才知道 只要祭瓦三尺 下面是很大的根矿 所以令到他损失重大 我听了这个故事 我知道这个故事之后 我就告诉你 将来无论我异到什么情况都好 我一定不可以轻易放弃 正所谓 坚持到底 实要东西 实要东西 是不是 各位朋友 只要你们大家 心目中重要梦想的话 只要你想和安理公司同行 安理这个生意 安理这个平台 一定会让大家成就 无限的可能性 成就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都是年轻人 努力 平均一点 对吧 对了 我在这里 公祝各位 一起努力 一起成功 公祝各位 感谢主 谢谢 我可以走了 给热烈的敬老掌声 欢呼声 这个老人家 他做平板支餐 做到11分钟 所以他说话叫做老而来坚 就是这样 其实他也不老 我当他年轻人 很开心 透过安理的环境 看着父母都健康 是非常之感恩的 好了 说到这里 其实感觉不觉得 好像应该结束 是不是散场呢 还没的 我还有话要说 以下来 我想分享一下 我自己本人 在这个生意里的一些得着 当中 我自己觉得 个人成长 对我来很重要 如果不是安理这个平台 我想我没可能 是可以对着 接近三千人 分享我的故事 同时间 我们也去过 越南 韩国 广州 台湾 马来西亚 用不同的语言 去分享 我觉得 这个真的 比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而在当中 我觉得 可以能够 在台上 分享自己的故事 也都启发到 很多人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得着 当中我也想分享一下 在2019年 疫情之前 我很有幸 当时 就被安理的越南分公司 邀请了 我在五天之内 就要飞越南两个城市 我都没想过 原来可以巡回演讲的 就是 去完一个地方 翌日又坐飞机去另一个地方 有点像 走浮一些明星 开演唱会的感觉 因为当时 是一个很特别 因为当时 我第一次 是要用英文 做一个激励演讲 说英文没问题的 但用英文做激励演讲 也是不容易的 在那一刻 我很大感受 就是原来 我自己一个 其实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但能够可以为别人的生命 点亮一些希望 我觉得很有意义 而我记得在那场会之后 有一个很特别的情景 真的很夸张 当时越南很多年轻人 很激情 很兴奋 当主持人宣布了 结果之后 发生了这个情景 哇 那些人是涌上台 接着 就捉住我 其实是很逼的 那边 就拿着相机 就跟我selfie 然后说 看这里 他不是说广东话 讲越南文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但他就 总而言之的事 就说 你看这边 看这边 我的头就周围灵 当时 维持了很长时间 但当时 我虽然已经讲了一场会 其实累不累 其实不累 很兴奋 当时很害怕 但我是很被这帮年轻人 受到感动 因为他们真的 提到希望 因为大家都知道 越南这个社会 可能年轻人的机会 真的不多 我很希望 藉着我的故事 如果我和他合照 能够对于他将来的生意 是有帮助的话 其实我已经过来 两个钟头都不介意 不过做到最后 知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 公司知道我实在太累了 所以就 弄了几个 标准大汗 就过来做 宝宝 你看他们的样子都空神恶杀 喝枪实弹 是说笑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体会 因为如果我真的纯粹做一个疑科医生 我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样的舞台 可以去在世界各地 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相信真的不可能 另外 这个生意真是生命影响生命 影响的不单止是我自己的伙伴 在我自己很多时候 做一些演讲之后 或者我很多时候 在Emily的环境 我都真的很愿意 去将我所学到的东西 或者我的心得 和人分享 发现原来 有很多feedback 他们真的 很充心去多谢我 我觉得其实 这个生意就是一个 这么好的生意 我们当做了成功之后 我们真的可以利用着自己的经验 帮助到更加多的人 可以激励到更加多的人 甚至我在团队里面 也都见到很多人 可能开初 真的 是 怕丑 可能不太懂得和人沟通 或者人际关系 可能很一般 但是在这个生意里面 我能够帮助到他们 慢慢提升 慢慢进步 可以能够 令到别人的生命 增加价值 当然 我做医生 也很有意义 可以真是救急腐围 都真是帮助到人 但是 这个生意 就是另一个层面之上 可以帮助到更加深远 同时 我觉得现在很开心的地方 就是真的 我团队里面 有很多人才 这里 别误会 人才是否指一些很聪明的人 专业人士 博士 其实不是 其实在安理里面 人才很简单 只要他有梦想 他愿意学习 他愿意付出 其实每一个人 都能够成为 安理里面的人才 在我团队里面 刚才也说过 真的来自各韩国业 不过又透露一点点 其实在我团队里面 真的很多 都高薪 厚职一族 我真是 事单点几个人 夹在一起 不包括我 其实连收入 就是他们本业 都有八位数字 我觉得其实都真是 挺厉害的 我有时候会想 其实我真的是 区区一个小疑科医生 如果我本身 我要做一个企业 我要做生意 做生意必定需要 招揽人才的 你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传统企业 我要招揽这么多的人才 是不是我也要 很实力红口 才能聘请他们 不过我说个秘密给大家听 在我组里面 所有的人才 我都不用用钱请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有眼光 看得通 看明白Emily的生意 是和我们一起合作 而这个生意很特别的 就算你面对任何事 我们都可以处置太异 就好像 今天我相信大家 被人邀请过来 是不是都觉得 挺不错 去到这一刻都OK 但是我去邀約人的时候 我想告诉大家 那个回忆是什么 不了 谢谢 大家知道什么 不了就是这样 但是当时 我收到这个信息 我怎么回应他 会被你一个嘻嘻笑他 我想说这个生意 是能够去锻炼我们 有一个强大的心脏 我们的心脏实数很高的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我们在做的事是什么 助人自助 我们真的透过我们 去分享去帮助人 其实有时候 当我遇到一些拒绝的时候 我只是想 其实他可能这一刻 他不接受而已 他可能不是不接受我 可能这一刻 他未准备好 而可能只要我继续努力去关心他 去跟进他的时候 可能这个不了只是暂时 可能之后他又会再来了解这个生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意 可以能够锻炼到我们一个非常强的抗疫能力 从而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好的自己 Be a better me 另外就说一下很多很特别的人生体验 在两年前都还有一套飞的时间 正值是安利的60周年 我们就因为做到行政照射 安利就邀请我们去了拉斯维加斯 而且就是用头等的机票 其实我以前一直都没有想过 头等究竟是怎样的呢 原来都有几多特别的体验 第一件事 check in 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比较贵宾式的招待 人们是当你上宾的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他们说这两个夫妇都挺年轻的 是不是富二代呢 看上去又不太相似 而上到飞机的时候 我可以和我太太在高空三万呎 享受一个非常好的午餐 其实真的没有想过 原来只是做到少少的成绩 但安利公司给的奖赏是非常之多 而且头等原来有什么特别呢 原来就是这样的 睡着觉都懂得笑醒的 那你问我 其实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也可以买一张头等机票 不过我真心坦白和大家说 我有钱也不会这么做 因为实在太奢侈了 这件事是一个正常的人 是不会做的 因为那个机票钱实在太昂贵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搜寻 但是反过来 当安利公司这么慷慨去招待的时候 那我坐不坐 那我也要坐 OK 另外去到A60 即安利60周年的时候 又有一个惊喜 当时她就聘用了一个国际巨星 Lady Gaga 跟我们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 在我们未知道Lady Gaga表演之前 我们都知道 应该每一次这些大型的盛会 都会请一些国际巨星来 做一个演唱嘉宾 我自己心想 做演唱嘉宾 最多就是唱两首歌就算了 因为这些都很贵的 我怎么知道真的很惊喜 当时她真的做了一个完整的演唱会 只是跟我们一群安利的鑽石以上 去做演唱会 我觉得真的应该给一支掌声 Emway 她真的 纯粹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娱乐一下我们 令到我们开心 我想说一下 这张照片很特别 为什么 不是大会摄影的 是我自己用一个iPhone拍的 很近的 后来我们也看看 如果我们真的要买票 这么近的位置 看这些嘉宾演唱会的话 几次一张票 知道吗 其实也不太贵 两万元美金 一张票 我当时看一看 原来都挺划算的 全部免费 我人生第一次坐直升机 都是Emway打我去 去哪里 就是看这些了 是不是都很壮丽 看到这个大峡谷 我会觉得这些的景象 我当时会想 其实我做了些什么 我只是 真的很努力 在这个生意当中 努力 是能够得着 同时可以 做一些无聊的事情 很安全的 下面踩着石头 表演一下 另外就是在阿拉斯加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 在公司安排了 坐雪梟犬 是一个很特别的旅程 为什么要拍摄这里呢 大家知不知道 我当时很高兴 在这里玩雪 为什么由于太冷了 我手上的结婚戒指 就是这样掉下去 现在就长在阿拉斯加的雪山上 永远都收不回 另外这个也很特别的 话说有一次 我太太看到报纸 看到Betty Divorce的人 是一个美国的前教育部长 她就传个WhatsApp给我 她说 这个人的姓氏那么熟 跟我们的创办的卫士 是一样的 Divorce 然后你知道我做什么吗 我立刻就 卡上这张照片给她看看 小姐 你和她拍过照片的 原来她拍过照片也不试 因为当时 在Ami六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咦 这个是创办的儿子 迪克的卫士先生 和她太太 我就说 喂 立刻可以用来习游 其实也没有想过 原来会在这里有得用 因为原来我们也没有想过 透过做这个生意 竟然可以有一些这样的体验 都很特别 这个就是在2019年的下半年 我的一个行程 都非常的精彩 在19年的5月份 就去了 拉斯罗加斯 刚才也说过 之后那个月又飞长途 就去了阿拉斯加 就和我很多伙伴 一起去一个游轮之旅 亦都去了温哥华 就玩了几日和家人 接着公司又招待去东京 后来亦都去了首尔 去和一个 韩国的团队去分享 接着就快闲三天去台北 接着10月份 就去越南的安理分公司 去做演讲 11月就去了马来西亚 就跟马来西亚的团队去做演讲 12月就自己和家人去到新加坡 之后呢 之后就没有之后了 那我当刻觉得非常满行 因为这半年应该投资了 我们的旅行 幸好那半年过得这么精彩 我还记得当时那些姑娘就问 医生你又放假 我说是呀 医生今年很忙 有很多活动要参与 我觉得这个生意就是可以 让我们有得选择 原来玩都可以玩得很精彩 另外 时间自由是我现在觉得 最大的最大的价值 因为我可以选择 平日放假 平日放假有什么好处 少一些人 譬如说现在香港 你发觉那些假日周末 是不是在一些郊外的地方 就逼满了人 为什么 因为没有地方去 是不是 就要放下风 那么 如果平日放假 那我们就可以 就真的不会有那么多人 遮挡 所以呢 当你做到行政鑽石的时候 我post上面写着什么 EDC等于什么 Everyday Christmas 日日都好像圣诞节那样 很多时候你说 我们去一些 vacation 旅行 平日又便宜一点 又没有那么逼人 所以选择平日放假 是我现在最喜欢的一个活动 也想分享一下 在这几次 就是在4月份 是学校假期 不是公众假期 那几次活动里面 我们去了哪里 带着小朋友去哪里 买了一些全年通行证 是不是去一些主题公园 我们也想多一些小朋友的社交活动 所以那几次 我们也邀请了一些 其他同学的家长 有几个家庭一起去 但在那几次的活动里面 我就观察到一件事 那么多个家庭里面 只有一个爸爸 就是我了 那我当时后来想想 那些妈妈会不会以为 其实徐医生失业了 没有事好做呢 但那一刻很开心的地方 就是原来我可以真的选择 我真的可以选择自己的时间 而另外现在 我可以做很多这些活动 你看到 就是陪伴小朋友成长是很重要 那这些也是 我可能有时候 中间又可以放个时间 跟他们去玩一下 你看到他们都很疯 其实跟我一样 可以能够看着他们成长 跟他们一起去玩 去建立到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 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有价值 是无价的 而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自己也真的花时间 去兑现我的承诺是什么呢 就是做校霸事迹 因为我都很喜欢 就是接送小朋友回学 不过那间古东校班是没买的 现在很多时候都是踏车的 但我自己很感受 就是我今天能够可以陪着他们 这些可能不是很起压 可能很多妈妈都觉得 我每天都照顾孩子回学 其实徐医生我给你做了 但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些事情很宝贵 甚至乎连校长都留意到 都赞赏我 他说其实真的不多爸爸 可以来接科学的 但这个爸爸做医生 他可以选择 以及一些亲子活动 我们都必定是可以出席 因为我是可以预先安排 我记得有一次 我太太就跟他几个闺密 去staycation 哇 这样就发达了 我就带着小朋友去疯狂 去茶忌吃东西 一打二 还可以带他们去茶忌的污秘厕 这件事我太太在 她一定不会让我做的 但我让她体验一下 他们去到那些很污秘厕所 就说很臭 但你急便要瘦 爸爸就可以做这些东西 疯狂一点的东西 甚至我们可以跟他做什么呢 开个电影之夜 弄炮曲 弄炮曲是我拿手的 用话后报 可以享受一些天伦之乐 可以真的陪伴他们成长 我觉得这些真的很无价 除了是家庭之外 我也有自己me time 当中我现在也选择 平日做一些运动 又或者是跟很多安理 都拥有到财务自由 时间自主的伙伴 一起去行山 游船航 也可以上一些宗教的栽培小组等等 我觉得时间真的非常重要 当我们拥有一个好的收入同时 时间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些价值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叫做 Peace of mind 心境的平安 在疫情 其实我想对大家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 我都不用一一再重复再说 但是对于我来说 疫情对我影响大不大 都相当之大 大家记不记得 在2020年 一开始疫情杀盗的时候 是不是全香港的学校 几乎到停火 全部都是想zoom 好了 我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一个小朋友 不用上学 在家 然后有时候戴口罩 外出的时候 这些妈妈又全部潔癖 不断消毒 所以是不是小朋友 都会相对健康 好了 我想问一下 小朋友健康不病 好吗 当然好 是不是 我都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都不想自己小朋友病 不过我是儿科医生 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 对我影响有多大 我的医生收入 足足跌了 是50% 为什么你们这么冷血 怎么没有反应 你们可不可以表示软息的态度 哎哟 真可憐 真的很大影响 我想说如果我只得医生收入的话 我真的很大胆地说 我相信我一定会做一个举动 就是转校 因为你都知道小朋友读书的学费真的很夸张 就是说是一个不合理地贵的 不过他读得很开心 所以就算多不合理都照给 但如果我当时真的只有医生收入的话 都真的挺困扰 我也都见到很多我的同行 在这个疫情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见到他们很多时候走在一起 但是说些什么呢 最近很有空 其实就在那里慎 也真的见到有些同行 他因为这个疫情 而令到他要将某一些诊所或手术室 是要结业 损失说的是数以百万计 我觉得原来 真的保障对于我们很重要 我也想分享一个很实际的事例 对于我来说也有很大的感受 话说在早几个月的时间 曾经有一次有个病人的家长 就WhatsApp我 他就说徐医生 我想请教一下你 我问他什么事 他就说我小朋友 发烧都烧了几天 我又很担心 但你知道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我真的不想带他看医生 他问我怎么办 当时我做了一个动作 我就打给他 我就问他 其实小朋友的情况如何 当我了解了他的病情之后 我怎样回应他 我便说 其实我相信他应该是病尾 我猜他应该一两天之内就会痊愈 反正你都忍了几天 不差了 忍多两天 真的不行 或者情况改变 你才再看我 其实我做什么动作 赶紧我 但当时我做了这个动作 其实也没有什么意识 我就直接叫他 你先观察一下 两天之后 我就再跟进一下他 我就问他怎么样 他很开心 他说 哎呀 徐医生 真是多谢你 你和你说的一样 两天之后他都好完了 真的麻烦你了 好了 拜拜 完 代表着什么 是不是没有诊金收 但当时我自己在想 挺特别的 我真的不需要计较 我在这个工作里面 赚不赚到钱 当然我想强调 不是我不自在 但其实我自在与好 不自在与好 其实我控制不了 难道我打他说 喂 够时看病了吗 没可能的 但我会觉得 因为安理这个生意 而能够令到我一个心灵的平安 我可以是按照我平时做事的原则 去工作 不需要改变我工作的模式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大的价值 我记得有一次很特别 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 话说我有一位同事的姑娘 就在说我们的诊所 有些什么叫做推广活动 我就八卦问 有些什么推广活动 接着他们回应又很妙 你不用听这些东西 你智不在此 医生是你的兴趣而已 我听到很爽 我觉得原来做医生 是一个兴趣 我觉得也挺有型 但当然了 真是一个前提就是 我们建立好 安理这个生意 好了 最后我想和大家 以一个故事 作为一个的结束 为什么我们要在你需要之前 去建立这个生意呢 话说 我们曾经见过一个减肥广告 很夸张的 必受 不成功 双倍奉还 你想想这个广告也挺夸张 不成功 双倍奉还 兼且它的价钱是什么 很贵的 十万元一个療程 话说这个阿肥 他也很胖 看到他 他看到这个广告 心不心动 很心动 因为觉得他也想减肥 因为他也没有女朋友 所以就打算去报名 就觉得 反正减不了那怎么样 减不了赔相赔 又还有赚 减了又瘦了又健康了 又可以追到女生 所以就付钱了 一去到 付完钱之后 他就收到指示 去了一个很漂亮的会所 锁住 好像用甲慢 进去出不回来 他心想 蛤 这些地方减肥 怎么减肥 我心想 不要理了 总而知 进去才算 因为减不了 赔相赔的 看到 哇 这么漂亮的花圆泳池 哪里是减肥 但都觉得不管了 跟着指示做 好了 去到 就有个 叫做教练出来了 这个茅美如花教练就说 先生 不如你来减肥 现在呢 你开始追我了 追到我呢 我就是你女朋友了 哇 你看他开不开心 当然开心 留下了 他没有女朋友 心想 今次没死了 我不要理了 追了他 好了 那你要知道 这个肥 阿肥 其实他也是肥的 他跑得慢 你看到他在运动前 有腹肌 有马甲舌 他很有技巧 他差点被他追到 跑快点 差点被他追到 跑快点 然后呢 一日两日 去到一个月之后呢 蛤 挺好的 瘦了 全力了 减肥成功 好吗 好吗 当然开心了 好了 这个时候呢 阿肥当然 他也是很喜欢分享 他跟肥朋友分享 他说 喂 肥佬 现在你想想减肥 你看我现在 六臼腹肌齐了 那里正啊 可以边减肥 边追女孩 减不了双倍风环 他的销售技巧 是不是都挺好 挺适合的 好了 在这个时候呢 当然听到 这样的 叫做这么大的隐忧 我当然去了 好了 去到 同一个场景 都是在这个门口 接着呢 同一个大的泳池花圆 不过呢 有些事情不同 他就很期待 哎呀 美女 什么时候出来呢 快点出来 我就追她 因为呢 她是运动高手 好了 接着呢 当她最满心期待的时候呢 出现是谁呢 榨鱼花 哇 这个时候呢 鱼花说什么呢 帥子 欢迎你们减肥 现在我开始追你 追到你 你就是属于我的了 接着 哇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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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样如是者 都是一个月之后呢 那当然啦 都瘦了 结果一样 过程一样 所以各位朋友 今天如果你还有一份工作 你日子都还能过去的时候 你建立好这个生意啦 你想想 追美女孩是不是开心过 被鱼花追 所以我鼓励大家 真是在我们 真真正正正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建立好这个生意 而我就正正是一个真实的个案 因为在几年之前 疫情前 我有没有想过 预计过 现在的香港会是这样的呢 我真是想都没有想过 医生真是一个很防守性高的行业 但是真是很慶幸当年 我努力去建立这个生意的时候呢 今时今日呢 可以享受这个成果 最后 亦都是最后一个讯息 亦都是最后一个讯息 亦都是今天最后一章slide 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 其实今天讲了这么多的分享呢 我想大家知道 最重要最重要的人 是谁呢 就是大家 是你 是在座的每一位 特别是新朋友 听完这些这样的讲座 哇 振振有词 很激励 可能你心目中想 这关我什么事呢 你可以用这种想法 但是如果你从今天开始 去告诉自己 咦 Emway跟我有关系的哦 Emway的成功 我都挺想要的时候呢 我绝对相信 只要你努力三到五年呢 你都能够可以建立一个 非常稳健的生意 可以能够实现到你人生的梦想 很鼓励大家 真是藉着今天的大会 可以希望为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也都很希望呢 在将来的时间呢 可以能够听到大家的故事 多谢各位 非常之多谢陈医生 精彩的分享 认识你这么久 不知道你减肥这么有心得 好 多谢你 也都请大家送上最热烈的掌声 给陈医生 请你先留台 也都有请你的延内座 Karis上台 好 感谢刚刚一众分享的伙伴 包括鑽石直系徐国强 创业者直系周淑芝 林向娜 古达威 叶浩然 彭敏仪 程远山 金章 崔泳山 相信在座都获益良多 好有共鸣 现在呢 有请安理香港总经理阿里上台 颁发成就奖牌和鲜花 给我们的 创业者 陈医生 直系直销商 徐杰 刘永恩夫妇 有请阿里 掌声不断 请大家继续给热烈的掌声 给我们台上一位 一对的主角 现在有请徐医生的家人 一起上台大合照 有请徐转 答谢各位朋友热烈起来的掌声 继续给我们今晚主角 家庭是安理里面很人意为傲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有请家人一起上台 迎这一张有纪念性的合照 多谢各位 我也想请家里留步 今天的大会到尾声了 今晚这么精彩的分享 希望所有的新朋友都有所啟发 好好把握机会计划将来 而我也在这里祝愿在座每一位伙伴 继续努力在安理的事业创出一片天空 祝大家身体健康前情自感 拜拜 现在有请EAP团队的所有DD